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新北市卢州有吊沙场 惊爆见血冲突 凌晨一点 40岁陈信男子跟30岁陈信男子 相约吊沙喝酒 双方人马酒喝多了 讲话出现摩擦爆发冲突 陈信男子一伙人还拿酒瓶攻击 导致陈信男子头部挂材送医 警车鸣笛10万伙计要前往现场 因为辖内吊沙场 惊传有人打架 被害人全身失伤模样相当狼狈 像卷警描述刚刚的惨状 立刻叫救护车前来支援 附近民众听到警笛声响 也纷纷出来查看 事发在15号凌晨一点 新北市卢州区的一处吊沙场 40岁的陈信男子跟30岁 拥有妨害自由前赫的 廖信男子一伙人 相约吊虾喝酒 会产生纠纷 原来是陈信男子认为 廖信男子对他不礼貌 双方吵了起来 而廖信男子一伙人 在混乱中疑似拿出酒瓶 朝着对方的头部K 陈信男子当场挂采 现在在医院要提高伤害 酒后起头脚纠纷 其中一方持酒瓶 并徒手冲击另一方 造成其头部受伤 并送医治疗 两名好友来吊虾场 不但没有放松休息 反倒上演大乱斗 现在双方没可能 在吊虾场碰面了 下回碰面 就是法院见 记者参观张员杰 新北市采访报导